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笑得好燦爛 和台灣民眾合照 仔細看台灣人身上穿的T-shirt 都寫著大大的 台灣要參與WHA的訴求 這身裝扮在世衛主辦的 践行活動被禁止 但譚德塞不止熱情合照 譚德塞擔任世衛秘書長 被敘違排除台灣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還曾經指責台灣在網路上霸凌他 如今面對台灣的反應 連僑胞都不敢相信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正式開始 台灣依然沒收到邀請函 但日內瓦許多角落 都有台灣的聲聲呼籲 在日內瓦機場要往火車站 一定要經過這個路口 可以看到後面這個電子廣告面板 他們寫著 台灣希望在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 分享他的知識以及經驗給全世界 台灣官方是為行動團 和立委特別來看看 而且不只在這個車站 日內瓦最主要的車站 也有大面電子看板 台灣藍雀圖像 在日內瓦醒目的位置 反覆播放 我跟一些國際友人 有一些對話的時候 他們有特別提到說 他們有在車站看到我們這個宣傳 即使仍然無法進入WHA會場 台灣用各種途徑 試圖抵抗中國打壓 在疫情後 首次WHA實體會 感受到台灣處境 已經往前推進 參選各自強張後期 瑞士日內瓦採訪報導 中文書 林鄭